暑期党最火的电视剧非常相思莫属 不论是剧情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获得了观众一致的好评 这些年很多风靡网络的小说都被改编成影视剧 但是能获得观众认可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长相思是少有的作品 精准还原原著对角色以及剧情的描述 电视剧走红让很多幕后的八卦曝光出来 其中最被观众关注的就是演员的片酬 不过看了片酬后 观众纷纷表示没有想到 杨子的片酬为2000万 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这些年杨子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 在一线女演员中站稳根基 出演过很多爆款的作品 有她制片人就不愁电视剧的关注度和收视率 看了杨子饰演的小妖 又是一个经典角色 看来在未来杨子的片酬还会上涨 谭剑刺的片酬800万 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谭剑刺是典型的大气晚成的演员 有颜值有演技 只是过去缺少一些机会 过去一直出演影视剧中的男二号 直到遇到劣罪图件 才迎来演艺生涯的新转机 从过去的配角容身为男主角 看了谭剑刺饰演的香柳 霸总的外表柔软的内心 又是一个很成功的角色 让观众见证了谭剑刺表演的可塑性有多强 邓维过去被称作小肖战 其实他和肖战只是在一些古装扮相上 有一些相像而已 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风格演员 论星光邓维就与肖战相差甚远 《长相思》这部电视剧对于邓维来说 也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戏份比过去多了很多 有了很足的表现空间 细腻的演技 把涂山景对小妖的情感 演绎得细致入围 让人看了很感动 邓维通过这部电视剧 证明他不是谁的翻版 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邓维 如今的片酬已经500万 相信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其余演员像带路娃 虽然饰演的阿念是戏份较多的角色 但是因为带路娃知名度不高 80万的片酬也正常 郑国琳虽然是老戏骨了 但是饰演配角200万的片酬 也合情合理 真正让观众意外的是张婉毅 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枪弦 张婉毅这次的表演 也是给了观众十足的惊喜 但是他的片酬只有180万 这确实让人觉得很意外 对于张婉毅片酬低 有很多解读 虽然在观众心目中 张婉毅已经凭借觉醒年代 乔家的儿女等电视剧走红 但是他走红的时间并不长 大家猜测 这部长相思 可能是他还没有成名时候就签约了 所以片酬比较低 虽然张婉毅片酬是几位主演中最低的 但是长相思火了 会让演员们得到更多的认可 张婉毅凭借电视剧人气更上一层楼 如今已经接到了商务代言 张婉毅是剧中第一个接到商务代言的演员 这也是对他实力的认可 辛苦后田 即便最初的片酬最低 但是一切都有弥补的机会 除了张婉毅之外 听说也有知名品牌开始接触邓维了 相信找谭剑刺的品牌很快也会浮出水面 如今长相思正在热播 相信随着剧情的深入 热度会越来越高 杨子的望男主的雅浩也会深入人心 过去杨子参演了一些影视剧 凡是和他合作的演员 在作品上线后 作品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合作的男演员的知名度有了提升 正因如此杨子才有了望男主的雅浩 只是这一次在长相思中 与杨子搭档的男主角就有三个 虽然这三人在行业内已经有了知名度 但是通过这部电视剧 事业会登上新台阶 让杨子望男主的雅浩再次得到验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提升 没有